接着卫浴设备的一个图块的插入 首先我们先插入洗手台的这个部分 洗手台图块插入 洗手台这个图块 我们当初是直接开启这个图框档来绘制的 所以这个图框档里面已经有洗脸盆的一个图块了 同学不需要自己再从舞到有画 那接着我们就印射 I 好 那我们浏览一下 在我们的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洗脸盆了 好 确定 那洗脸盆所放的一个图层呢 应该是在A的图层 好 那放的位置放在哪里呢 好 来 同学呢 我会建议你们先放在旁边 因为这个洗脸盆的位置 是要对齐 要把它这个洞 给塞满的 那它的大小不见得是刚好符合我们的大小 所以呢 我们用移动的方式 先对到一个角 那同学可以很明显看到它这个大小不符合我们的空间的一个尺寸 那接着要怎么调整 好 之前我们就有说过scale比例的这个功能了 好 千万不要炸开这个图块 好 点它 给个基准点 好 基准点就是我们刚刚对齐的这个点 接着我们用R参考 好 指定参考长度 就是我们原来的这个 好 洗脸盆的长度 再来新的长度 它会以我们的插入点为第一个点 最后你要它调整大小的这个点为第二个点 好 这样子就可以把我们的脸盆放上来了 好 插入浴缸的做法 一样 insert 好 浴缸 确定 一样 我建议同学先 放着 好 接着move 先对齐一个点 的大小不对 再用scale 好 基准点 接着R 指定长度就是原来的长度 新的长度就是你最后要调整的这个长度 好 那浴缸也可以插进来了 好 那再来我们的这个马桶 马桶的位置 马桶的位置要注意的 它这里有距离墙还有20公分 那这个部分因为这里有一个凉 凉的位置 凉的位置 凉的位置是没有办法让我们挖洞的 所以我们这个分管污水管的一个排水孔必须要散掉 好散掉我们的凉的位置 好 所以一样的 凉的尺寸 我们先把它画出来 凉在这里凉的构造是40乘160 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凉线 好 对齐 好 柱子的左侧 40 这里有个凉的轮廓线 好 这边有一个凉的轮廓线 好 这样子才会是我们的管道尖 那扣除凉了以后这个是挖空的 挖空的距离 好 一样的 这里有个凉的轮廓线 这里 好 这样子才会是 好 我们的管道尖 接着 好 我们必须要 从这个地方追踪出来 闪掉 粪管要挖 要挖洞的位置 要闪掉凉 好 这时候再来音色 我们的马桶 确定 这时候直接置中 好 那这样子 就是我们一组 脸盆 浴缸跟马桶的一个 图块的 插入技巧 这样子 好 好 谢谢大家